今年春天流行的色物 由春雞男飛鑽石耳環 帶起它, 令你生發青春氣息 至於適合男士的色物 有龍蝦黃金頸烈 進顯你男士的好情 請起熱烈的掌聲 歡迎名設計師 Spaghetti and Santino 設計師在這陣子上 完全是看了餵食杜菲有很多想法 現在的想法又來了, 大家看 好, 好, 好 餵食杜菲起, 由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開始啟播 歷時五個月的時間, 總共二十一閘 吃過的菜式簡直是… 無法計算 甚麼無法計算, 我計算過了 三百七十六個半 一天吃一個, 一年都吃不完 何來會有半個呢 那半個就是未曾拍你吃了嘛 我們不是餵食成這樣嘛 不怕, 最後一集還沒吃 當然了, 我們今天吃的菜 還是健康菜 快點 真是少年不惜仇滋味 蔡元素, 你快點 你走吧, 這麼慢, 不用做嗎 是呀, 走吧… 你們倆好像是若無其閃的 我想到這集是最後一集 吃豆腐器就沒心情了 蔡元素, 你幫你不捨得我們嗎 你不捨得你吃東西而已 蔡元素, 乖吧 你今天第一集做到現在 第一集…直帶到尾 做為男主角, 你騙了不少東西吃 別吵架了 那倒是, 開心心吃一頓厲害的 這位大師傅, 他中環飲食界三十年了 真的, 他說吃東西除了要好吃之外 最重要是吃得健康 這才是廚藝的最高境界 我們說個比喻 像說這個海虎翅一樣 當然要用上湯配合 為了好吃, 一般人做上湯 當然要用豬頭, 雞頭, 老雞, 豬肉來咬 說得好吃, 但脂肪未免太高了 但是聰明的大師傅想到 既然做一次, 可以用海鮮來配合 於是他就用海鮮湯代替上湯了 你看看好像不太明白 突然這麼笨, 蔡元素最後一集 不過不要緊, 我帶你進廚房看 不然你就會明白了 這個海鮮湯的做法夠複雜 首先用海魚, 加果皮, 胡椒粒 瑤柱頭煮三個小時 然後用銀雪魚和澳洲帶子 加一點湯來打碎, 打到沒有炸為止 而零一邊師傅早就準備好一點 已經煮了兩個小時的沙心肉粥 然後將這些材料放進湯裡 煮十分鐘左右, 湯就會變成奶白色 湯怎麼可以白得這麼漂亮呢? 問問師傅好 因為傳統的海鮮湯 有很多人都給花奶代表奶白色 我很多年前開始研究 原來加了澳洲帶子和銀子 打碎了加起來, 而先煮好的海鮮湯 原來那個湯令它更加奶白色 而保持它所有海鮮的鮮味 對呀, 又少脂肪又健康 謝謝大師傅 一起…不要緊 還有, 像這個醋也是耐有乾坤的 裡面是加了法國的紅酒 好像… 喂… 像外國人一樣 他們吃這個紅肉也是加法國的紅酒 因為這樣就可以減少脂肪 然後第二道是海王玉魚鹽珊瑚 所謂玉魚, 即是海鮮湯加蛋白 另外, 這些是炒鮮奶 如果不懂得炒, 可以多加了油 變成炒滑蛋那麼油膩 所以很考功夫 炒成接鮮狀 就可以放在碟子的正中間 這些真的是蝦膠 裡面用了整隻雲南的寶芝梨 據說是由雲南一位和尚 炒滑吃出來, 已經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味道很清甜 給肉馬看, 人多個馬位 第三道就是翡翠肉汁鴦鴨培 翡翠就是菜心, 煮菜心 要吃到大爽才為之功夫道家 而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走油 走完之後就會有個碟子沒有油 但吃到肉夠油, 很棒, 很神奇 肉炸蝦球就是先用山楂麥芽 加茄汁炸帶子 味道酸酸甜甜 中間用韭菜花拌開 帶子搬著雪耳 蝦球捲著魚耳、黃耳 造型很帥 何止漂亮 山楂麥芽可以為小小 魚耳、黃耳、降血壓 好, 認真健康, 來 我選哥哥, 我選哥哥, 我選哥哥 我選哥哥哥 我選哥哥哥 最後這個南橙桑蓮焗三梳 包括蘭州鮮百合、冬菇和蘆筍 造桑蓮汁, 首先要將蓮子去銳 蒸熟攪爛, 加水, 成為糊狀 然後上面鋪一些南橙粉 焗十分鐘左右就變成金黃色 就大功告成了 一般人做這個菜就會用蒲汁 奶油或芋頭來焗 不過會比較肥膩 但現在用雙蓮就又清又滋潤了 姐姐, 你幹嘛哭 我看你, 我們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以後就要自己給你錢吃 我就要哭了 你別這麼瘋了, 姐姐 我看你哭了, 我想哭了 你們倆不是這樣吧?這樣也哭得出 這樣的智商?用什麼踢你出電視台 會嗎? 當然會 不會吧? 那快點扮好一點 我們繼續吃, 慢慢吃吧 最後一集, 看樣子看樣子 再見 歡迎大家收看, 餵食追擊隊 你們有沒有吃過爐端燒 什麼?串燒吃過 其實串燒是爐端燒的一種 而爐端燒是把食物放在爐上消熟的稱號 我知道了, 有一家吃爐端燒的店 最近搞了新意思 不如我們一起去追擊吧 一看 普通串燒而已 難道我們收錯風, 進錯門口? 還有一碟來了, 先看看吧 好怪雞 這次大開眼界了 竟然自創出 把一隻雞的每一個部分串在一起 串燒 數一下有什麼… 有雞官、有雞頸、有雞皮、有雞腦 有雞心、有雞翼、有雞腎 有雞腎、有雞腎、有雞腿、有雞腿 別說我這碟鴨舌串燒 不過你們不要吃太多 想要變長舌虎 你這完全變口水佬 好吃 當然,這肉是沒醃過 和新鮮才那麼好吃 平時師,味醃怎麼會進來的 一邊燒一邊茶汁 日本的串燒著重未經醃過的肉類 和燒汁的調教 而這些汁還超過一百種 配合不同燒的食物的需要 還有,這些汁的調教 配方是絕對不公開的 只會師父傳授給同學 所以每個串燒的味道都不同 其實日本的燒物除了串燒之外 還有燒魚乾的 這樣就不斷叫人家 蘸小儀 蘸小儀,嘗嘗嘗 這些就是魔鬼魚刺肝 吃下去辣辣的 而且不是杜島有得吃的 用來信殺的 一勞 吃這種炸飯魚乾 加上紫菜、蛋漿一起炸 吃起來很香,脆脆脆的 吃完食物,再燒一盒好湯 吃,是茶壺湯 是茶壺湯 喝的時候加日本青檸汁 放在海鮮湯裡 用一杯杯湯來喝,湯很清香 這樣喝也挺特別的 都不用擔心特別了 但如果讓你們嘗嘗熱的沙律 你們會覺得很特別呢 沙律是熱的嗎 是呀,好似這道梵立貝北海鮮 大廚就會把鮮冬菇和梵立貝 煮好之後再擠一些沙律醬 然後放進爐子裡焗 沙律醬就會變成一層酥皮 吃起來很特別,很香 日本這麼多海鮮 我介紹給你吃鮑福糧燒 這些鮑魚絲、白果絲、日本三葉 板魚蛋,放進蛋汁裡煮 很好吃 不想再吃了,燒貴飛鮑 肉質鮮甜,又不韌 只要火燒一燒滅就可以吃了 還不等什麼菜式你了 對,祝你們三上,拜託 拜託… 別說不懂吃 又是群雞戀舞 首先出場的是春雞 用鮮花襯托春雞 配合春回大地的氣息 接著就是炸子雞 它全身紅薄薄 像不像夏天曬完太陽呢 秋天片片落葉 所以Spaghetti Handsome Tino 在這一季設計了荷葉雞抽妝 至於冬天,白雪紛飛 當然白子雞也要配一件花 有請今晚的切雞大師 Spaghetti Handsome Tino 有事要問了 甚麼呢 你扮成雞這麼漂亮,有甚麼用 最重要是好吃的,對嗎 我很想知道有甚麼切法 可以又不韌又好吃 對呀… 對呀… 天奴 我… 我… 我也可以幫你問一下觀眾 好… 有問之 好… 請… 好,我們來聽聽 A的這位小姐,黃小姐 說一說 我喜歡打直切 看她順其自然 直問代表隨和自然 把刀切下去又沒那麼辛苦 吃下去爬牙也舒服一點 亂說 黃小姐,你的答案呢 我說橫切,因為她容易入口 對呀,橫紋代表勇敢那段 橫切會比較辛苦 但卻會很鬆化 我相信李小姐答案 不錯,打斜切兩全其美 沒錯,因為斜紋代表細心和勇敢 斜切一刀切下去又不大塊 而且斬得很漂亮 是… 好,不如我們看看 誰的答案才對呢 好,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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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厲害 從天賜送出的即食罐頭魚 四一箱和現金獎三千塊 一奇兩位朋友 你都可以得到紀念品一份 戀愛就像沐浴春風之中 令你的人生更加摧殘 雖然我們正在熱戀 但也不用知道這麼緊張的,是嗎 對呀,愛情就是令理智的人喪失理智 對呀,令感性的人更加感性 我們真的要克制一點好 那你還帶我來這麼有氣氛的餐廳 因為我想告訴你 這裡這麼高的氣派 就像我追求此節不如的愛情一樣 這麼崇高,脫足 這裡的梳化和腸子 各有溫馨的家庭氣氛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對呀,我們能夠開花結果 擁有我們的大家庭 你知道你說話很肉麻嗎 你不是喜歡我的肉麻嗎 那吃東西,你沒話說了吧 怎麼會呢 我一說就不能說話了 愛情就像吃這個頭盤一樣 在未深入認識對方之前 大家都在這裡猜猜一下 好像猜過這些鴨胸片 鵝肝醬,龍蝦春卷 吞拿魚塌塌 煙山文魚龍蝦 究竟吃哪一種呢 那當然是選最吸引自己的那種 不過這樣,互相吸引 是談戀愛最速的階段 我覺得一定要保持新鮮感 我們為甚麼要選這個海鮮拼盤呢 都是貪它夠新鮮嘛 這個法國長蠔、銅蠔、美國大蜆 還有這個紐西蘭青蠔 你選哪一種呢 選? 我就是選了你 你真的懂得哄人 不過呢,我對愛情也有自己的見解 我覺得愛情是要講求過程 好似這個芝士焗龍蝦米多 普通人就會用普通的牛油來煎龍蝦 不過有心思的人呢 就會用龍蝦牛油來煎龍蝦 我知道 他們先在牛油裡面提煉脂肪出來 再用脂肪來煮龍蝦 煮好之後就撇上表面的精華出來 這一層精華就是我們所說的龍蝦牛油 用它來煎龍蝦 你想想,是多麼得人歡心 多麼令人難以抗拒呢 這麼艱辛和這麼漫長的過程 我們都能捱過 那往後的日子我們就可以更加甜蜜了 何止 一定會像這個燒安康魚 搬火腿扁斗那麼衣銀 安康魚又怎麼會銀呢 我是說用煙肉包著來煎 多麼纏綿,多麼衣銀 那我問你,如果你沒了我,你會怎麼樣 沒了你,那種痛苦好像比燙豆辣一樣 真是的,我怎麼會死得辣你 我請你吃綠燉蛋就會 這些法國甜品是用蛋、忌廉和冰酒來燉的 燉完之後在面上加砂糖 再用這個專程在法國尼的燙豆燙好 攤凍後就會面頭脆,裡面彈滑,喜不喜歡 你怎麼不認我呢 我劇本到這裡結束了嘛 對呀,那行了 我們明晚的舞台劇照樣像今天這樣做 好,我不用了,先走了,再見 那誰的邪惡? 你呢 我?這麼沒聖徒文風度 記得等一下幫我拿她的簽名,知道嗎 再說… 這羽毛合不合她嗎?你說 你怎麼找明星的簽名? 是不是就是那個不知道有身材 Jano Dye Lam Lamley Jano Dye Lam Lamley Hello,Kimi,我又有身材,又有味道 我又有雞皮,又有雞皮,又有雞皮 各位富士,這次帶你們來新路飛 今天就教你們七字真言,記得嗎? 記得… 第一要… 鹹谷絕照,米索達 第一要是甚麼呢? 第一要就是客人 在四處附近走一個圈,看有甚麼東西吃 然後選擇一張近食物桌的位置坐下來 這樣拿東西吃得快一點 對呀 還有呢,還可以拿最新鮮的即刻拿 是呀 第二,阿富士,握個下的帳 看看哪些是貴價不飽的 那就可以回船上了 還可以呢? 你真壞 還可以呢 我去握哪一間食物飛的地方 最便宜之低 然後拿你餐餐去那邊吃 吃回來之後、吃回來 吃回來,吃回來 要吹了 魚生還有生蠔這麼貴 多看一下幾口 那怎麼回船上了? 對呀, 接著就是趙 像沙律一樣, 加了一些酸汁 好餓好開胃, 吃了一段時間 還好餓, 再吃 怎麼樣 接著…當然是M.E.A.T, 滅了 吃了這麼多冷盤, 當然要吃點燒牛肉 冷冷的胃才馬上吃 你不吃飯了, 我就吃了大盤 你不吃飯了, 拜託你 打開就做生意, 加了甚麼 是呀, 是呀 當然是, 接著呢 接著就是第六個字, 就是Sok 吃這麼美味的水果, 吃到Sok 可以幫助消化, 可以繼續吃 對呀, 接著到最後一樣 最後, 當然是搭 搭點東南亞美食 對呀, 東南亞美食, 知不知道為甚麼 要放最後來吃呢 因為通常味道呢, 像我那樣比較濃烈的 然後再吃, 更加會刺激這個胃液 然後再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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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各位粉絲人, 我教你們這麼多秘訣 可不可以撐我吃一頓吧 有事… 粉絲… 一說叫人請回山, 每個人都走開了 你真壞, 為老不專家的子孫 其實我只要說一句話, 她就會回來的 各位是我奶奶奶粉粉絲 回來幫我照顧 好呀… 你快點說, 為甚麼要這樣對我 不關我事, 一人叫我去 一場姊妹這樣對著我 不關我事, 他們不預理 到底誰這麼可惡 曹永蓮, 趙學兒 這麼划算, 我要罵他們才行 不用這麼激烈, 一邊看一邊罵 好多東西吃 這餐真的來吃嗎 當然, 隨便吃 好, 星馬自助餐, 辣椒炒蜆, 椰汁咖喱雞 全燒沙爹, 先拿個油酥餅 怎麼這麼快開始, 我只是遲了一點點 沒所謂, 你這份也被欣欣吃了 甚麼 我們約一起去旅行 現在參加旅行團有免費自助餐吃 難怪這麼好死了 我不管, 你要請我吃一頓的 好, 那我們就…吃大它 好 巨毛蜂蜜 磚頭這麼大的洋蔥圈 你們說吃大它嘛 試試這個聖鴿飛沙律吧 它是用雞胸肉加蔬菜 還有芝士, 味道第一次 還有這塊大大塊的墨西哥玉米餅 無論你嘴巴多大 大口吃, 都被餅蓋著 沒人看見你的餵食樣子 還有這些獨家炮製的蜂蜜芥末醬 甜甜的, 可不可以 洋蔥圈, 點燒烤醬就夠好吃了 還夠大, 整個磚頭一樣 別以為就這樣拿洋蔥炸掉就行了 這些洋蔥全部都經過特別處理 才可以炸的 甚麼特別處理 生意秘密 秘密到這個洋蔥圈拿了專利版拳 吃的時候拿專利拳? 這些排骨也拿了專利拳 這些呢?是沒有的 這些不用了 蔡魚酥你又會來的? 我不管你們怎麼捨不得 這樣也未必 通常一個男生都可以吃一碟 這些排骨全都是用低脂肪的豬腊骨 肉是很鮮嫩的, 我這碟擦了燒烤醬燒的 吃得很香 我喜歡這碟加露甜心排 甜甜的, 肉又鬆化了 我最喜歡辣的 所以這碟是柳澳梁風情 別跟我爭 這碟的牛排骨也很棒 最難看, 牛排怎麼燒也不韌 大件多汁, 很鮮嫩的 用手吃, 還滋味 告訴你, 這些排骨燒的時候很講究 有些塗醬才燒 有些燒完才塗醬 有規定的, 知道嗎? 有些東西每個月都可以吃 但有些東西只有今個月都可以吃 就是媽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是什麼? 咪咪咪咪咪是夏威夷的一種魚 這種魚還是美國十大最好吃的魚 燒到柳澳梁出來了, 賣相很棒 不只賣相漂亮, 還有特別用處 大廚看到烤紋, 就知道魚燒了多久 又軟又甜, 吃起來還像銀雪魚 這碟飯也更好吃 人家用香料加上美國的醋米 加上野米煮的 是呀, 不同一般的香味飯 吃飽飽了, 先打一包 甚麼都吃完了, 打一包甚麼 打一包像刮刀 是呀, 這裡不只照顧客人 還照顧客人家裡的奧奧狗 那我到女飯就不是我老夫拿了 嫂子 阿姨… 聲音就落頭了 踩完鬆, 節目最後一集 你應該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現在是情字, 你要總結 怎麼這麼深奧 你炒菜, 情字下去, 零食好吃一點 是呀 也對, 飲食情侶就是愛情 朋友上來請客就是友情 餵食追擊隊說的實情 對, 但節目緣就沒有情了 甚麼緣?還有晴天霹靂 甚麼晴天霹靂 又是呀, 你吃了二十一集的食物 現在一次的賬單給你賣掉 十萬九千七 那要絕情, 走吧 我們霸王餐, 要走呀